3加4支隔新制在今天上路 如今政策再放宽 要取消第三天的快筛 而且后面四天的自主防疫 如果说没有要出门的话 还可以免筛 让原本七天要筛六次 减为最多五次 但是现在也有民众抱怨了 疫调大塞车 全时都没有收到支隔通知书 支隔的日期到底要怎么算呢 指挥官陈日中明确回应 从收到隔离通知当天 就可以开始计算 不用等到收到通知单 才来开始居隔 3加4居隔新制 26号上路第一天 指挥中心再宣布 取消第三天快筛 整个隔离期间 缩到剩五次筛减 简单来说 就是当民众接到隔离通知当天 先快筛一次 下次做快筛是第四天到第七天 进入自主防疫期时 如果要天天出门一天一次 但不出门的话 就可以不用做 第三天还没有要出来 第四天那天验 你要出来才验 那其实就包含 你前三天可能的情况 陈志忠强调 三减次数 不是快筛 事迹不够 只是现在本土个案 暴自安行政效率 跟不上病毒速度 不少民众抱怨 都已经要解隔 却没收到通知书 3加4到底怎么算 接到隔离通知就起算 不以接到隔离单为起算 已经被通知了 他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那需要隔离的 那基本上现在就从那个时间起算三天 目前已经被匡列者还可以回溯 如果跟确诊者的最后接触日 是在这个月17号到23号 从27号开始就能转为自主防疫 群台预计有6.7万人 但整个政策却被不少专家质疑 真的有点太过冒险 认为考量病毒潜伏期 隔离5天7天还比较安全 大家还是都会有一些感情 怕又放开又有医疗量了的问题 不只是民众要改啊 医生的观念要改啊 每个人都要换新的脑袋 各有争议了 3加4确实是在相对的一个 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来做放松 计算起来 这样会漏掉的相关的病人 其实相对的少 指会中心强调 这稍取得防疫与正常生活之间的折中点 直至中间的过渡期连专家都新驾驾 记住听我们是Tippo